不自主的扭動身體 甚至扭曲成麻花狀 今年51歲的吳國鎮 罹患激張力不全症 無法坐 無法躺 手術前都睡在地板上 這幾年就在激張睡而已 沒辦法 因為他在床上 也是從床上轉下去 就在激張躺 整個激張躺就要人家照顧這樣子 大小便就人家照理這樣子 40歲時 在花蓮慈激醫院 接受長白球申部腦刺激手術 一度恢復正常生活 但電池沒電後再度復發 這是電池在這裡 電池在這裡 這是電線 從2005年到2016年 中間經歷五次換電池手術 高額的費用讓家屬壓力很大 慈激基金會協助補助手術費用 這些不正常的動作 都幾乎好了70% 所以讓他可以做可以走 甚至接下來有一些 檢疫的生活的機能 他都可以回復這樣子 一加一多少 二 二加二 從不能控制身體到現在 已經可以維持正常的基本生活 吳國鎮也會持續做復健治療 期待能獨立自主的生活 大海新聞 江家瑜 劉洪志 花蓮報導